花街大型投资银行高盛集团正考虑新一轮裁员 预计在250人以内包括高监人员 而浙江市高盛一年内有第三度裁员 中国官方5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降到48.8 连续第二个月萎缩低于荣枯线 PC跟印表机大厂惠普公布第二季财报 营收创下疫情以来的新低 但会不认为下半年事况将好转 公司正在开发全新的PC架构 不上云端就能够进行AI运算 减少通讯延迟 提高资料安全 而这类PC有望在2024年亮相 远东董事长徐旭东在股东会上说 企业发展AI需要程序化 智慧化 需要一套解决办法 即使有AI未来也将会缺工 但缺的是知识工 他还搭上黄仁勋访台实施议题 笑着说不知道明天开始穿皮衣 我的股价会上来吗 新台就是整理报道